2017年时任总统的蔡英文 亲自主持国防部 资通电军编程典礼 之后这支新兴部队 一直默默在为国家打 看不见的战争 这回因被中国制控 让骇客网工 才让被誉为第四军种的 资通电军 又唤起外界关注 故所在比如说高山 或说外地岛的一些监听站 召集中国相关的电池资讯 那这个无形战争 可能是突破骇客 可能是说看看你的城市 有没有后门 然后他希望植入一个木 城市或一个bug 让你在战时的时候 忽然瘫痪等等 在各种植物的情况 里面所招募的 那这实例包括证照 比如资安的认证 或者是coding 各国也有类似的网军 以代表性的英国来看 就是Z13通信团 还有这是大贤 这个专长的 也就是呼叫器爆炸的 那就是以色列8200部队 解密资通电军核心任务 是承担电子资讯和网络安全作战 还要管理军队内部通讯 尤其具备对中共解放军的 网络空间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的威胁攻防能力 是一支攻守一体的部队 2017年资电作战指挥部 升格为资通电军指挥部 指挥官为中将 援额数约6000人 2021年网络战联队也调整组织 主观由盛效提升为降级 成员几乎都具有电信 资通网络特殊技能 也享有特殊专业佳技 是我国的资通电军 在国际间也想要声明 包括在2021年期间 就是美国邀请我国的资通电军 前往参加国际的资安大赛 在14个国家 54支队伍中 我们的资通电军得到冠军 可以说是实力雄厚 资讯作战时代 资通电军 迎应未来战场趋势而先 要持续强化国防网络 守卫国家安全 民事主任 邀请胡锦炫 李主任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